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 第598章 叶玄看着天际 宇宙何其大呢 他不知道 在清晨时 他觉得江国很大 而当清仓界时 他发现 原来江国是那么的小 而当来到这里时 他发现 清仓界是多么的小 而在这茫茫宇宙之中 混沌宇宙就是唯一的宇宙 混沌宇宙之外 无为吗 宇宙太大了 大到他只能用太大来形容 对于这个宇宙 他没有任何的概念 云云众生在这茫茫宇宙之中 真的是太渺小了 众生如蝼蚁 这句话换个角度来讲 其实也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人类以及其他的生命 在这茫茫宇宙之中 真的是宛如蝼蚁 此刻在听到唐青的话时 他突然有了一种感觉 众生就像是棋盘上的棋子一般 怎么走 什么结局都早已注定好了 普通人出生之后 就是学习 工作 成亲 生子 老去 死亡 而他的孩子也会这么下去 如此周而复始 而修炼者 就是修炼 变强 大到 长生 但真正长生者又有几人呢 大到长生 这是多么的虚无缥缈啊 而许多人 终其一生苦修 最终不过是落得一个 尘归尘 土归土 似乎什么都早已注定 这是叶玄摇头一笑 唐青看向叶玄 笑什么 叶玄笑着说 不管这茫茫宇宙有多大 也不管能活多久 其实 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意义 我们来到世上 终有一天会消失 但是这个过程 一定要活得精彩 而努力奋斗 拼命修炼 是希望有个好的人生 比如 吃得起想吃的东西 爱得起想爱的人 自己活得不卑微 亲人活得不卑微 如此 足矣 唐青看着叶玄 有些愣 这时 阿月突然出现在叶玄面前 见到阿月 叶玄眼皮微跳 这女人怎么又跑出来了 阿月看着叶玄 她没有说话 就是那么看着叶玄 看得叶玄很不自然 叶玄刚要说话 阿月突然说 我曾经在主人一本书上 看到过一句话 主人说 生命的意义 在于实现自己的价值 努力活好每一天 说到这里 她看向叶玄 跟你说的 好像是一个意思 叶玄正色数 英雄所见略同啊 阿月姑娘 若你不嫌弃 你暂时把我当主人吧 我不介意的 真的 阿月突然一拳轰出 叶玄还未反应过来 便飞出去了 阿月甩了甩手 真的不是一般的欠打 说完 她转身消失了 接下来的时间 叶玄开始安排 建宗和武院的事情 因为她决定去葬身园 也可以说是不得不去 她若是选择不去 那武人肯定不会放过她的 也不会放过沈武城 而这一次 她只带着墨鞋去 安兰秀和连万里 都留在沈武城内作证 毕竟现在沈武城内 都没什么超级强者了 第二天 叶玄和墨鞋 还有唐青 离开沈武城 前往葬身园 在得知叶玄离开沈武城 前往葬身园时 楚真人等人 皆是松了一口气 这叶玄留在这边 他们是不放心的 因为他们也是怕呀 怕他们在对抗神果时 叶玄在背后捅刀子 而一旦他们五人去了葬身园 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人 能够阻止得了叶玄的 不过还好 叶玄愿意前往葬身园 在秩序盟和唐族 还有妖族的号召之下 无数强者前往葬身园 因为没人敢不去 不去的将成为三大势力的敌人 而且一旦前去葬身园 能够建功的 也是非常诱人的奖励 这份奖励是由三大势力 共同弄出来的 其中有功法 武器 甚至是造化镜的保护 重赏之下必有勇服文 越来越多的强者 先往葬身园 在这些人脑中 都想着建功立业 而所有人 对神国一无所知 秦家 这一天 新竹五人来到秦家上空 然而此刻 秦家已是空空如也 一个人也没有 空中 楚真人俯视着秦家 轻声说道 之前在他们背后的 应该就是神国 新竹点头说 这神国的势力 已渗透我们这边 得须万分小心才行啊 楚真人看向远处天际 轻声说 走吧 去葬神园 很快 武人消失不见 葬神园 葬神园尽头的东边 是神国 而西边 则是万山长城 这万山长城 是由无数大山 组成的 城墙 一山而建 高达百丈 与神国 遥遥相对 而神国 想征服 其他三个荒剑 第一关 就是得踏过 这万山长城 一天之后 叶璇和墨邪 来到万山长城 而刚到万山长城 一名骑着巨龙的神道兵 便出现在两人头顶 那名神道兵 俯视着两人 来者何人 叶璇说 神武城城主 叶璇 神武城 那名道兵 眉头为重 如此年轻吗 叶璇笑着说 哎呀 太优秀 没办法呀 墨邪摇头一笑 这叶璇的脸皮 怕是自认第二 绝没有人敢认第一呀 那名神道兵 微微一愣 竟然没有想到 叶璇会这么说 他打量一眼叶璇之后 两位随我来 说完 他示意叶璇和墨邪 上巨龙 叶璇和墨邪 也没有拒绝 当下飞上巨龙 很快 巨龙消失在天际尽头 从空中往下看 万山尽收眼底 巨龙背上 墨邪看着下方群山 轻声说 叶璇 我擅自做了一件事情 忘记与你说了 叶璇看向墨邪 墨邪说 我传信会 微扬行欲了 让我足中一些天才 来神武城 希望他们 留在神武城 这不是好事吗 墨邪看向叶璇 轻声说 多谢 兄弟姐 说这太生分了 兄弟 墨邪看了一眼叶璇 微微点头 叶璇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 你现在才发现呢 是不是有些晚了呀 墨邪也笑了起来 叶璇突然说 墨邪兄 你可有什么梦想 墨邪微微沉吟 然后说 希望族人 有个好的安身之所 不受人欺凌 很难 是很难 就在这时 不远处那名神道兵 突然说 两位 到了 声音落下 巨龙停下 两人面前不远处 有一座山峰 那名神道兵 指着那座山峰 就说 两位 此峰名塔天峰 此峰由古塔天前辈 名字命名 这是万山长城的主峰 在主峰之上 有一间大殿 名塔天殿 两位出道 得去塔天殿 照副统领报道 我还有任务在身 就不能陪两位了 告辞 说完 他转身骑着巨龙 消失在天津 叶璇和墨鞋 来到大殿之前 这时 一名身穿盔甲 腰配长刀的男子 挡在叶璇和墨鞋的面前 叶璇说 还请阁下通报一声 就说 神武城城主 叶璇 先来报道 盔甲男子 看了一眼叶璇 转身离职 不一会儿 他又走了回来 他看向叶璇和墨鞋 等 等 叶璇说 等多久 盔甲男子还是说 等 叶璇眉头微重 他想了想 然后点头说 等就等吧 说完 他和墨鞋走向一旁 从两人这个位置看下去 可见万山长城 这条长城宛如一条巨龙 盘旋在各大山峰之间 很是壮观 视线往前移 就是葬身园 整个葬身园一望无尽 看不到头 而在那尽头 就是传说中的神国 就在这时 墨鞋突然说 去看看 去看看 叶璇看向墨鞋 去神国 墨鞋点头 叶璇问 为什么突然想去看看呢 就是想看看 看看这神国 究竟有多强大 别说 我也想去看看 可是我怕死啊 他肯定不会侵蚀神国的 开玩笑 这个国度 当年可是差一点 统一整个混沌宇宙文 而且新主五人 对这个神秘国度 是非常忌惮的 这种强者都如此忌惮 对方能弱吗 这是叶璇又说 不过 我们去看一眼 就回来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墨鞋点头 应该没有问题 两人相试一眼 下一刻 两人直接消失不见 叶璇和墨鞋 刚离去不久 楚真人等五人 便出现在踏天殿前 这一次 那名盔甲男子没有赶拦 五人直接进入大殿 刚进大殿 一名身穿黑色盔甲的 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中年男子 对着五人 唯唯一礼 沈道军副统领 楚狂 见过诸位前辈 楚真人说 楚统领 那叶璇 可有道门 叶璇 楚狂 唯唯一愣 然后 看向殿外 诸位 声音刚落下 殿外那名盔甲男子 便出现在殿中 楚狂说 叶璇可还在吗 那名盔甲男子说 魏董灵 那两人刚离去 去了何处 不知 不过 他们去的方向是 丧神员 文言 楚真人等人脸色 瞬间就变了 楚真人陈上说 这家伙绝对是 去神国了 他这不是找死们 唐颜也是眉头为重 鲁莽啊 姚王 摇头说 还是太年轻了 这时 新主诞生说 你们在担心个什么呢 众人看向新主 新主面无表情 说 放心吧 此人 不仅实力强悍 脸皮更是比城墙还厚 他不会死的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